近日浙江杭州召开亚洲美食节活动 其系列活动中华美食器皿展也在行开展 该展分为石雕仿真食物宴 杭帮菜与江南民俗 国家礼仪中的石具 紫沙与茶文化 江南亚生活五个展览 展现独具中国江南风味的饮食文化艺术 策展人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吴光荣告诉记者 餐具器皿是饮食文化中一个很大的门类 它的变迁繁荣和衰败都跟民生紧密相连 餐具的好坏其实是老百姓生活的体现 这个餐具的好和不好发展状况 其实是跟老百姓生活为主的 你比方说像我看到这个明代中期的江南这一代 富裕人家 一般小孩结婚的时候像那种 就是四餐一趟 但是进入万里以后呢 就是说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餐具 因为它菜品比较多了嘛 完了以后这个餐具就跟上来了 所以餐具在中国饮食整个文化里面 就算是如果谈饮食文化史的时候 餐具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门类 展览中 吴光荣特别推荐了紫沙与茶文化展区 他介绍 这里陈列了根据清代七十三湖图 制成的七十三式沙湖 稿本和制作图稿等 紫沙湖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茶文化也是江南文化的一个代表 基本上把清代一条文人湖发展的主线脉络 做了一个梳理 那么我再把这个湖的背后的一些故事相关 资料我再给它串起来 那么紫沙湖这一块其实是茶余饭后 大家最津津乐道的 跟生活最为密切关注这一块 所以杭州这个地方它有农井茶 它有全国比较重要的农科院 茶研究中心研究基地 它也还有做一些各式各样的茶的普及 面向全国 所以杭州出现的茶具 跟杭州明清以来 文人关注这个生活 关注这个茶文化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谈及亚洲美食文化 他表示亚洲各国之间互相影响 虽然风格迥异 有的内敛含蓄 有的热情奔放 江南饮食文化不仅影响国内 也会辐射日本东南亚国家等 所以亚洲这些国家 甚至包括新加坡 马来西亚像这些 其实这个东西 在这些国家都非常普遍 这些甚至别人使用起来 比我们可能还讲究 比方说像这个紫砂表面 我们中国人可能觉得 这个东西好像非常含蓄 材料跟人的性格等到非常吻合 但是像东南亚有些国家 像泰国他们就对这个表面 他们觉得可能另外一种会更好 他们就表面烧成以后 工艺处理水磨 然后那个镜面 就比今天这个花岗颜色 那也是一种风格特点 所以江南这代影视 不光会影响到东南亚 日本包括这些国家 其实对国内的偏远的 像云南建水 像这些都有一些影响